感觉就是说 应该有钱可以买得到 人家已经买到两倍三倍了 我们连我都不晓得已经在哪边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先讲一下 我其实还没有讲这个之前 我就有点纳闷 我们这几年从雨昌开始 不是我们在强调 这个是深化这个部分吗 是我们未来的几大家企 我不太晓得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人家为什么做得出来 我们做不出来 我坦白讲 我们那么多PhD不是吗 所以我在猜测 我们有没有一个重要的核心 我们弄不出来 就好像飞机 潜艇 汽车 引擎做不出来 那就是我们只能做那个卡而已 我想这个是我们科学界的 应该要去反省 那第二个就是说 买到底是为什么 是买不到是为什么 是别人买太多 大哥买太多了 不管我是说爸爸 或者是人家不卖 拔小枉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 OK 我是觉得 我那天目前感觉上 那是那些人轻村的你知道吗 人轻村的 那是比爱不是这样吗 我不是想到说 以前我那时候在当院长的时候 然后图书馆的 他们那边讲说 施老师院长 院长 我们这边有台大 师大跟 我不能讲哪一个 私立学校用过 因为我在淡江也待过了 这三个学校选胜的 你们要不要 我说当然不要啊 我干嘛 我们东华也是国立大学 我干嘛 是 台湾也是一个堂堂相当 在国际上 我虽然是没有加入联合国 但是我们不是有 护国神山吗 蔡总统都说 台湾可以帮助 我们好像在防疫上很厉害 难道我们只能做口罩而已吗 对不对 护国神山这个时候就讲 你看啊 德国那么臭屁忽然讲出台湾两个字 然后我们要痛哭流涕的样子 谢志伟你认真一点点好啊 不要一天到晚回宣台湾好不好 你跟德国讲一下嘛 你要不要嘛 是嘛 BNT给我嘛 你要我就给你好吗 一个换多少剂 我就是这样而已好吗 而且更扯的是 上次卫生部长来是干什么 我还以为是说 他偷偷的已经跟谁讲好呢 不要 偷业你知道吗 业多少给我们 所以陈时中不能讲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结果是卖莱猪的嘛 搞什么东西 说我这个政府应该打屁股 能这样讲好不好